差一點點 啊 就是失敗了 就是差一點點 怎麼差一點點真的很可惜 沒有其實一開始他們其實 這兩位剛好是 真的是因為跳舞環境比較不會唱歌 然後 他們真的是就是 音都會無音不全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能到這樣子 然後大家真的有盡力 然後每次大家都一起去玩練 這樣我覺得是很感動 對啊 他們進步很多 真的盡力了 盡力就好 真的好 大家都盡力了 盡力就好 不要想太多 本集共有五組表演完畢 有三組若入失敗區 兩組過關 下集 還會有哪些精采的表演啊 以為有你不寂寞 無論發生什麼都陪我 我難過的是放棄 你放棄 愛放棄的夢被打碎 忍住悲哀 搖晃鼠 我怎麼竟然又不為你心碎 災 二婚 一、二、三、二、五 一、三、二、五 射 安打,拿出絕招 曹天后歡欣 一、二、四、三、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一、二、五 如果我可以說到100分 絕對不會讓他只有99分 知道你登記工作很忙 所以希望可以啊 這麼貼心 最後究竟是誰 能得到天后的讚賞呢 今天超市 東森 我愛男子漢 接下來播出的是 我愛男子漢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我愛男子漢 上期已經有五組演唱完畢 有三組未達30分落入失敗區 而第四組獲得40分 戰局第一 剩下的五組 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歌曲呢 我們拭目以待吧 第六組帶來的歌曲 是本節目主持人 JPM的因為有你 在原唱者面前演唱這首歌 他們能秉出心裡的緊張 獲得好成績嗎 你怎麼都陪我 一路想幫我加油 只要你陪我 一起完成我的 小松老師 一開始要每位成員先試唱 找出他們每一位的聲音特質 你們剛剛好分成A B C D 你們剛剛好分成A B C D 程式上來講 程式上來講A B C D 也就是說 趙琦的狀況 問題比較不大 比較不大 異漢 跟宜豐你們兩個 漢哥對你們來說 可能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 可能你們要從 比較基本的方向去練習 但時間不是那麼足夠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調整到 讓你們去找到一個 適合的位置去表現 在小松老師給成員建議後 並幫他們安排了段落上的分配 四人便進行練唱階段 來 鄧穗你剛唱那個 不管未來有多難走 只要你陪我 你唱這一句 不管未來多難走 只要你陪我 不管不管不管 它是跳躍的旋律 不是 不是黏著的 它是一個字 跳躍的 宜豐啊 宜豐你的位置是 傷心難過的時候 肯定 不要看著我好不肯定 傷心難過的時候 傷心難過的時候 好 你是一個發生問題很大的人 所以你聲音都在這裡吧 好像出不來 你只有這一句話 就是整個 兩句話 是很凸顯的 如果唱得好 就好聽了 大家就一路順暢 就突然到你這邊 可心難過 哇 這一聽就知道 你可能第一個被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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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小松老師 特別點名的正宜峰 現場的表現會是如何呢 我心裡想什麼 不想你也能夠懂 傷心難過的時候 還有你聽我說說 My friend 經歷那麼多 創造的那些感動 一點一滴在心頭 謝謝你陪我走過 Oh 你跟我說 傷心會幫我沒收 失落會幫我趕走 難過是還有我 每次聽到你真心問候 又說不出的感動 我的心因為有你不寂寞 無論發生什麼都陪我 一路上幫我加油 只要你陪我 一起完成我的夢 我的心因為你不寂寞 無論如何都在我左右 不管未來多難走 只要你陪我 直到世界末日的盡頭 不知道這個評審有沒有人 特別有感覺到 我覺得這首歌很簡單 就如果大家懂那個歌詞的意境 其實我一直講說這個歌 雖然是JPN獻給歌迷的 是 但是其實這個歌 是有很多含義在的 對 究竟是家人陪伴 或者是你的寵物 或者是你的親人 其實那個歌 甚至包含愛人 都是一樣 其實這個歌詞的意境 這四位同學沒有把它放進去 好,我們來看 到底幼石 一開始會給幾分呢 四分 小松老師給的是 四分 靜忻老師給的是 三分 AZ哥給的是 五分 小米姐給的是 也是五分 天啊 TOTO是21分 AZ太低了 對 好啦 雖然分數低 但是這個精神很勇敢 很還在 好不好 好,繼續加油 我會覺得有點意外的 這個分數怎麼那麼低 可是 沒辦法 希望 YR有機會的話 會表現得很好 接下來的第七組 帶來的是 5566的成名曲 我難過 他們又將如何演唱出 這首歌的靈魂呢 我還放棄的夢被打碎 忍住被愛 我已不害 是成全 你卻說你更無語 少松老師 先個別點出每位組員的問題 再逐一幫他們修正錯誤 現在就是說 叫你腹部 呼吸 是真的要氣 什麼這樣 氣進去 動高 好,我看你 好 三呼吸 有 那再來 好 你來 有什麼心跳 好 所以你還體會不到 感受不到 那 所以你的聲音 就自然會發不出來 好不好 如果是有氣 哈 他是有氣的 對於肖布華 中氣不足的問題 肖松老師 知道他正確的發聲位置 他會因此 拖累這組的分數嗎 男子和表演太驚人 連小米都大戰 勇氣可嘉 原勝 原勝 我怎麼竟然又會為你心碎 我不是在笑你 我是說真的 用勇氣是值得加持 這樣突兀的表演 是否能讓他們順利過關呢